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彦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早上的10点54分 加群指数跌了172点 今天卖压很重啊 一开盘就一直杀盘 卖压就一直出来 而且各类股都出来 那为什么今天卖压会那么重呢 因为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下跌 道琼跌了320点 320点0.8% 纳斯达克跌了1.3% 非同胞体跌了2.5% 昨天美国股市 因为主要原因不是疫情的问题 不是新的病毒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礼拜美国联准会要开利率会议 在利率会议里面大家担心 会不会提早升息 因为原本表定的升息时间是在明年底 那因为通货膨胀一直压不下来 所以市场大概在传 会不会提早到明年中就开始升息了 那我跟大家讲过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啦 为什么说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因为就算是明年中也还有六个月时间嘛 对不对 那通货膨胀的问题跟市场需求有关系嘛 现在到了年底年初 世界各国都在过年的期间 所以在过年前需求一定会比较大 需求大物价一定是下不来的 那你等到过完年 亚洲也过完年二月份以后 市场需求就减少了嘛 所以到时候物价应该就会下来了 那二月以后如果通货膨胀 如果物价下来了 那六月会不会升息 又是个变数 所以美国什么时候升息 我个人认为 以现阶段来通货膨胀来看的话 变数还很多 所以不需要急着去下定论 那道琼 昨天主要跌最多是在汽车类股 通用汽车 福特汽车 特斯拉 昨天跌幅都到5% 6% 这是跌最多的一个族群 那电子股的部分 跌最多是在半导体股 半导体主要在跌 AMD跟灰达 NVIDIA跌幅都到3% 4% 所以半导体股里面 以这两家公司 灰达跟AMD跌幅最多 可是对于指数所造成的伤害 也影响到今天台北股市的问题 那台北股市跟美国的衔接 主要跌半导体这一块 这一块影响比较直接 所以今天电子股 尤其IC设计股相对比较弱 可以理解 那么看一下今天 加群指数的部分 今天亚洲股市也跟着一起跌没有错 可是亚洲股市 没有像台北股市跌的那么多 你看今天澳洲还是小涨 南韩跌0.6% 日本跌0.4% 香港就不要看了啦 因为香港目前的问题很严重 大陆的管制让很多外资 开始不断撤离香港 所以香港这个是几乎不用看 看大陆股市比较影响直接 目前上证跌0.5% 深圳跌0.2% 所以相较之下台北股市是跌最多的 上市目前跌了172.0.96% OTC的部分跌了1.58% 所以可见得台北股市信心还是相对比较脆弱 因为大家担心1万8上不去 所以每逢接近1万8 买盘就会缩手 前两天成交量已经缩到3000亿以下 那今天预估量3400亿 实际成交量应该会在3100到3200 那3100到3200 下跌怕什么 下跌怕量出来 那你今天31003200的成交量 其实也还好 所以你说卖压有出来 有 可是并没有说想象中的来的那么重 今天成交量的部分 电子股占55% 航运股占了25% 钢铁股今天又熄火了 昨天钢铁股抢个一天 今天钢铁股又熄火了 所以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钢铁股是因为 都没有涨跌升反弹呢 还是真的要走多头 如果只是跌升反弹 那你去跟大家抢 就没意义了嘛 对不对 所以现这段行情指数我个人认为 还会再上 支撑大概就在17500点的附近 最近相形整理 因为这根 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 12月8号这根是钓手线 当钓手线出现之后 三天之内如果不能把这根钓手线的棒子 给消化掉的话 那么短线回挡跑不掉 给短线回挡无所谓 大方向并没有改变 法人做账的动作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所以趁回挡的时候 你要赶快下去买 当然不是欧买买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跟法人做账有关系的 高持股高获利低本益比 同时到最近最后三个礼拜 卖压轻低融资是很重要的 融资低代表投资人已经开始撤离这支股票 股票被特定人收走 所以你要去找那种 法人高持股 融资一直在减少的 趁压回的时候赶快下去 快落下 那么看一下韩股的部分 目前大盘跌167点 韩股占了24%的成交量 今天韩股也是全部都下跌 长龙目前跌了4块半 阳明目前也跌了4块半 这个压回来都是好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的海运股 目前的表现情况 昨天晚上马士基创历史新高 赫博罗特昨天晚上也创历史新高 亚洲的海运股部分 今天日本的山井 山井目前是小跌0.5% 川崎小跌0.1% 游船小跌0.4% 跌比较多的是中原海运 中原海运跌3.4%比较多 因为大陆境内疫情也蛮严重的 大陆疫情严重 所以它到处在封锁 也影响到他们海运股的正常作业 反而是日本的海运股 今天表现都相对稳定 都只小跌0.1%到0.5% 所以长龙阳鸣今天似乎有跌过头的味道 所以你要捡便宜货的 趁回挡 趁回挡 捡便宜货 不错 这后续还会再上去 因为时间还没有走完 长龙跟阳鸣的时间 周期都还没有走完 所以这后续也都要捡 现在指标是向下交叉 指标向下交叉 所以它会修正 修正指标 所以最滚的大家去去楼楼楼 你趁在这里修正 有蹲低的时候 逢低买进 阳鸣长龙也是 长龙目前半年限支撑在133块钱的地方 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两支股票 压怀我个人认为也是买进的好时机 来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涨高的相对弱很多 你看南电景硕 这个跌的都比较多一点 联发科今天跌了20块钱 联发科跌20块钱 这个高点随时还是会供出去 法人的操作 还是持续在加码当中 昨天又继续加码670张 支撑大概在60 在1050到1040的位置 你如果对联发科有兴趣的 1050 1040可以注意 那最近在上工过程中 弱起来 量缩对于上工是比较不利 所以短线震荡整理难免 逢压惠也可以买 你看我从840开始讲了 1000块我们又下去加码 1060卖了一次 1000块又买了回来 联发科是外资做账的示范指标 今天联勇 昨天外资又加码联勇 昨天外资买联勇 买了1388张 联勇的融资也是持续一直在 减少 股价一直涨 融资一直减少 股票跑到特定年手中 那目前指标有点高 所以短线震荡难免 苦软不清 目前跌11块钱 支撑在500块钱附近 那今天联发科跟联勇 一蹲下来之后 那包含细创敦 敦泰天域跟着一起回挡 这是难免跑不掉 我跟大家讲过敦泰现在最欠缺 就是这两根大量 还没有洗过去 所以在震荡过程中 你要接低接可以 等到接下来两根大量吃掉之后 只要高点一过 那个跑起来会很快 边比只有五倍而已 连电间反而间连电是小跌 连电小跌0.4而已 那日月光间反而就更稳 大盘大跌反而他们就跌不下去了 因为筹码都在法人手中 你看日月光 日月光的融资也是一直减少的 日月光融资也是一直减少 现在日月光融资只有一万一千张 很少 那股票都在特定人手中 外资持有80%的股票 法人持有80%的股票 这个箱形整理 最后三个礼拜 日月光的座驾拉抬 机会是很大的 可以特别注意 那旺虹也是一样 旺虹融资也是持续减少 旺虹融资是一直减 一直减啊 一直在减少的融资 旺虹40块钱的支撑 可以特别注意 外资的买进是持续没有退的 今年美股获利应该有6块钱的实力 那北比只有6倍而已 很低啊 很低啊 所以到时候旺虹只要一转强 这个跑起来也会很快 群联昨天创高之后 今天回档 你看我也是从下面开始讲啊 350-360一直讲 涨到快500块钱 然后目前在高档震荡 这也是很强的股票 今天友达跟群创 相对大盘就稳定很多 友达目前只跌0.1 群创跌0.1 友达跌0.2 你看这融资也是一样 被外资骂到投资人已经吓怕了 融资一直退场 那反而外资一直买 那现在做了左肩底部右肩 今年美股获利6块钱应该跑不掉 本一比只有3倍而已 所以相对抗跌相对强势 这随时都会再冲出去 底部一旦完成之后 底部一旦完成 颈限只要一过关 大概19块半一过关之后 那个跑起来会很快 但如果你有达群创 你被外资吓怕了 那吓怕就吓怕了嘛 也不用强迫自己去买 你自己没信心的股票 股票投资还是要买一些 大家有信心的 有信心就会破掉嘛 你如果没信心 那稍微人家一吓你 一恐吓你 那你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股票杀出来 后面你就贪不了了嘛 所以就没有必要 好 今天十英元件的股票 几乎也都回档 因为大盘间跌了157点 跌都是正常的 跌都是正常的 高档的回的会比较多 底部的跌的会比较少 所以经济跌0.7%是最少的 那其他十英元件的股票 都跌2%到3% 相对的比较多 经济目前还在打底 基本面都没问题 现在欠缺的是大单还没进来 大担没在买 所以大担没在买 只会让人家打底 可是大单只要一进来 随时要反攻 就会很快 今天游戏软体股 有些股票表现还不错 可是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偏向于 营运比较差的 所以这个行情有点偏投机 在主力股的部分 主力股的部分是偏投机 今天技家都回的比较多 昨天技家大涨 可是外资昨天是卖出的 昨天外资卖技家 技家昨天外资卖出 那这里资料没出来 昨天外资卖技家应该 我记得应该4000多张 所以昨天创新高之后 今天技家是掉了下来 那技家的融资 也是持续一直减少的 技家融资也是持续一直减少的 股价一直涨 融资一直减 股票都跑到特点的手里面 这压回来也是买啦 当然已经涨很多了 我对80几块就开始说了嘛 从80几涨到160 都已经起一倍了嘛 那你如果不敢追高也OK 再去找底部的股票 那你如果想买 蹲下来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买 因为今年赚两个股本 股价160乌 还不够 北比只有八倍而已 还是很低啊 所以你有的就暴劳 啊不可以注意华硕 你看华硕今天相对抗跌 因为 丸部就没去掉啊 而且融资一直减 法人持股旁绑在第18名的股票 所以今天跌块钱相对是比较稳定 随时如果话要说就说了 你如果有来扑掉 他的话就把它抱住 好 曹阳明目前已经上来一些了 还会在死啊 这里还会在震 可是 跌的空间不多 因为今天亚洲的海运股很强 亚洲海运股很强 国具昨天大涨今天跌6块钱 你看这个融资也是一直往下减啊 所以四百五亿以下 的支撑也是很强的 法人持股目前旁绑 是在第20名 今年获利 比去年成长60% 那反正股价是负成长12% 这样说不过去啦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不对它会变 正确的情况 所以最后三个礼拜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 外资去拉抬这种 赚大钱 股价相对低 涨幅落后大盘 甚至于负成长的 在最后三个礼拜的时间里面 这些股票表现的机会 就会特别强 那你要利用 行情在跌的时候 才有便宜货可以减 所以 这个地方你应该是要 赶快积极 不要被大盘给影响 有押回都是好事 赶快去找法人高持股 最后三个礼拜 必定会拉抬的股票 尤其是卖押轻融资低了 卖押轻融资低了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一起来操作 趁这两天有好买点的时候 我们赶快进场下去布局 我们的负车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